总统府今天正式宣布提名许宗丽、蔡炯敦为司法院政府院长 以及五位大法官的人选 由于许宗丽过去曾经担任过大法官 这一次再任大法官并且担任司法院长 也引发了违宪的质疑 但是许宗丽强调大法官是已经卸任五年 并没有违宪的疑虑 司法院政府院长被提名人许宗丽与蔡炯敦 还有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黄昭元、黄瑞明、许志雄、张琼文跟詹森林 一次排开由担任大法官审见小组召集人的副总统陈建仁 一一向外界说明 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许宗丽 目前是台大科技整合法律研究所教授 主要专长是宪法和行政法 过去也曾担任过司法院大法官 根据宪法针究条文第五条 大法官不能连任 许宗丽这一次再任大法官并担任司法院长 引发违宪的质疑 许宗丽强调不违宪 那么我个人从一百年九月卸任大法官到现在已经将近五年 考量既不是连任 在任间隔也已经超过四年 并没有违宪的疑虑 不过虽然因为我个人感到沮丧呢 并没有影响我对我的在任并没有违宪的确信 如果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禁止再任 那么我的建立就是修宪法 面对外界质疑 许宗丽表示当提名资文送达立法院行使同意群时 立法院也可以申请试线 讨论大法官在任是否违宪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司法改革 许宗丽希望推动民众参审 化解法官和民众对法律见解的落差 记得林姓张子佳 SNG小组台北报导